中台烟花24号的上午最接近台湾的北部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在24号的中午左右 解除了烟花的台风警报 不过还是要呼吁民众到海边的时候 要小心台风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长浪 以免发生意外 中台烟花在昨天晚上略微加速情境之后 今天白天是最接近台湾 中央事项局指出 中台烟花是以每小时14公里速度向北北溪进行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0公尺 相当于13级风 7级风暴风半径200公里 10级风暴风半径70公里 海巡人员也呼吁民众注意安全 那针对我们的海岸暗计 都会是我们的禁线自取 那这边也要提醒民众 不要到这个海岸边来做观浪的活动 以测自己的生命产产安全 那另外我们针对进入禁线之区域的民众 我们会来实施劝导 那经劝导如果旅券不听的话 我们会依照灾害防救法来实施检举 然后可能会遭受到5万元以上 25万元下罚款 烟花台风未为还流 还在影响着台湾 烟花台风暴风圈阵逐渐脱离 目前这张局仍针对台中以北地区 宜兰地区南投山区发布大雨 以及豪雨特报 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如果造雨明显 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 淹水的情况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 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